以前上线特权上的青年爱虽然强度不算特别挺尖 但用的人还是挺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忍者的实弹效果 对面的一个是伯宁传大动目金翅 一个技能拿先手二段再拉开 看他放命圈的时候我们稍微等一下再放命圈 这样的话我的命圈会晚结束 我可以更好拿到先手 因为青年爱的强度主要是集中在四斗之后 所以说我们抓住机会快速凑满四斗开启雷凯 在这个状态下普攻就不要打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用普攻直接抓取扫地 看提升二技能快速拉开 然后再触发这个子技能追踪过来 像他这个情况下抓到我后摇的话也是一个霸体状态 除非你有个抓取技能 或者是等我这个技能完全结束以后才去抓后摇 不然像他这样的话 没有抓到后摇反而是被我这个子技能直接追踪拿到了一个先手 所以这一点就是青年爱跟其他忍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看他提升二技能想要拉开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一技能外周跳出去 结果碰到这个抓取被他拿到这个先手 那这一波的话只能先吃伤害了 目前这个青年爱的情况就是上手难度比较低 而且强度也有一定的表现 如果你用这个忍者一直搭配着手里间护身蜜卷的话 那下个版本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蜜卷会进行一些削弱 替身又看着位置 一个组合器充满四斗 来看第二个忍者 博人转黑土 既然是四斗状态 所以说我们看他放技能的时候 直接一个技能跳过去 但是他放了一个霸体 那我们二技能再拉开 等到霸体消完以后 我们直接开着蜜卷过去 拿了先手 普攻稍微A了两下 因为这个手里暂时没有技能 想骗替身 结果他直接替身以后 一个技能拿先手 那我们替身一个技能过去 他砸了群猫 我们快速顶个群猫 二技能先拉开 因为怕他放OE 然后再通过走位稍微绕一下 结果没想到他飞来飞去 在这个位置放了个OE 但还打不到 那我们等一下蜜卷的CD时间 利用这个蜜卷去抓护摇 他应该是顶不出东西的 而且他现在手里 好像蜜卷跟通灵暂时都没有 那他这个博人转黑嘴就直接白给 我们来看最后剩一个漂泊盘 能不能拿斗 就看这个认证了 不太清楚 对面这个漂泊盘怎么打法 他估计要切形态 然后去快速拿斗 所以说我们直接开局技能忙过去 稍微后剩一下 看到什么操作 放了个通灵 我们直接一个技能顶过去 然后再放个蜜卷过去 好 两个技能学交完 又没有斗 那你这个忍者又是白给 感谢观看